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聊一聊草莓的繁殖 这一盆草莓是开春的时候从Costco买回来的 两周前我发现这根藤蔓很长 前面的藤结也很大 就找了一个小容器装上土 把这个藤结放进土里 这是当时在土面上的石头 两周过去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曼结生根了没有 取开石头 用手轻轻拽一下根部能感觉到很紧实 说明它已经有自己的根了 可以把藤蔓剪断 剪下来就得到了另外一株草莓 这两周的时间它不但自己长出了根须 还延长了自己的藤蔓 这盆草莓有好几个藤蔓 当藤蔓长到一定的长度 藤结也比较大的时候 就可以用同样的方法繁殖出很多草莓蜘蛛 看看我这颗草莓现在开了很多花也结了很多草莓 这是平时都是用水肥去营养它 这样繁殖比自己去育种简易多了 看看我剪断的这颗 居然也长出了花苞了 说明很快就会结出草莓 它的藤蔓也够长 只要藤结再大一点 就可以繁殖出孙贝的植株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喜欢的朋友请订阅点赞点击小铃铛 你可以看到川姐种菜最新进展 好我们下次见 来情节目 请订阅点赞点赞点赞点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